在桃園原住民族文化会馆广场 举办了一场卢凯族联合封面祭 现场聚集上百名从南部原乡北上的族人 与吕北族人一同共襄盛举 把这个重要的文化 尤其是我们卢凯族 这个重要的文化 装备给下一代 与孩们插上象征纯洁的百合 这是吕北族人推举出模范家庭中的孩子 上台接受插上荣耀百合的仪式 族人也表示能够佩戴上百合是一种荣耀 能够戴上百合感觉是一种荣耀 这个活动从以前到现在 我一直很想要参加 百合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戴象征的纯洁 活动除了佩戴百合 以及荡秋千仪式之外 还有趣味竞赛 一整天热闹的气氛不断 不但让族人能够吃到来自部落的美味 透过丰年祭也让原乡及旅北族人的情感 获得联系 记者达尼夫拉鲁桃园大西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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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